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玛窦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二十节 首先请您聆听这段圣言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去要在你与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 如果他听从了你 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 但他如果不听 你就多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 为教任何事情 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 得以成立 如果他仍不听从他们 你要告诉教会 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 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 无论为什么是祈祷 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 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聚集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生活中免不了会遇到伤害我们的人 最普通的应对模式 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作为基督徒 耶稣要求更高 从这段圣言的四个词汇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建议修复关系的四步骤 一 规劝 意思是 私底下听取对方解释 先不控诉 或给他人传扬 然后以爱德 劝告对方 以能重新开始 二 口供 意思是 包括嘴巴或呼吸 这里解释为 从口中说出来的声明或层数 是指 是指见证人 而不是其他人的流言蜚语 三 告诉 而不是告状 教会是爱德和包容的团体 根基是耶稣的慈悲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如果肢体受伤 如果肢体受伤 全体共同受苦 而人的慈悲 而人的悔改 不强迫 不强迫 不漫马 不勉强 如果对方拒绝忠言 那么 就放下 让他自己选择 当外邦人或顺利 弟兄姐妹们 通过以上四步骤的解释 我们明白了 善意的为他人的好处 而纠正错误 是基督的精神 也是教会团体成长的爱德 教会团体内 如能彼此规劝 互相关心帮助 才是真正共荣的团体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实行爱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